你问我 为什么 我的游戏页面和你们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的显卡是3080 好吧 这事还得从一周前说起 又是一个熬夜合成大西瓜 不对 合成米其头的晚上 又一次获得了安慰奖 一怒之下 我决定自己整个大西瓜 爱咋玩咋玩 那么要用什么来做呢 第一时间想到的 肯定是真实的水果切片 不过那样既容易浪费 又太简单 没有什么做教程的意义 思来想去 我决定用前段时间 很火的切片饼干来做 正好也快过年了嘛 做点饼干放在家里慢慢吃 一举两得 岂不美哉 那么先来爱歌分析一下 里面的水果吧 首先是葡萄 这个毫无疑问 然后是看起来很像 甜甜圈的樱桃 还有伪装成篮球的橘子 接着是柠檬 猕猴桃 番茄和桃子 这都不算离谱 唯独后面黄色的这个 我愣是没看出来 一度以为是黄桃或者羊桃 但你肯定看出来是菠萝了吧 毕竟这种颜色的东西还是你们更了解 为了方便制作和拍摄 我把椰子 菠萝 番茄和橘子给删掉了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先来处理黄油 黄油要软化到能用手指轻松戳一个洞的程度 北方的小伙伴可以把黄油直接放在暖气旁 南方的小伙伴呢 就把它揣在怀里 就像捂着你对象冰冰的手一样 把它捂到软化 这就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黄油软化以后加入糖粉 用打蛋器低速混匀 因为速度太快的话 很容易飘飘欲鲜 挑两个倒霉蛋进行迫害 打三以后分三次倒入黄油中 为什么要分三次呢 难道你的寒假作业是一次性做完的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寒假作业不能一天做完 把作业全部加进去以后 姜黄油打发至蓬松细腻的状态 接着筛入低筋面粉 用刮刀拌匀 这样一个基础面团就完成了 现在就给它点颜色 瞧瞧 葡萄 要调出这个gay里gay气的颜色 需要用到一种特殊食材 面霸粉末 先加入一半的紫薯粉 调出一个浅紫色面团 取一小块放旁边备用 其余面团继续调成深紫色 深紫色面团擀开 浅色面团搓成长条 然后用深色的面团包裹起来 放冰箱冷冻一小时 冻印后取出切片 怎么越看越像猪鼻子了 樱桃 将面团分成两半 一半保持原色 一半加入红薯粉调色 原色面团搓长 红色面团擀开 再将原色面团包裹起来 眉开二度 冷冻一小时再取出切片 猕猴桃 猕猴桃的做法和樱桃差不多 一份不用调色 一份加入抹茶粉 把这碗染成绿的 绿色的部分一定要多染一些 这样组合好以后才会更像猕猴桃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做出来只有第一片比较像呀 桃子 桃子面团要分成三份 最小的一份用可可粉调成棕色 快停止你奇怪的联想 这就是个桃盒而已了 中等大小的面团用甜菜根粉调成粉色 剩下一块保持原色即可 把三种颜色的面团依次组装起来 桃子造型就完成啦 Watermelon 西瓜可了不得 老千层饼了 要将面团分成四份 分别加入甜菜根粉 红麴粉和抹茶粉进行调色 将两种红色面团组合在一起 就成了火腿肠 外面再裹上一层黄色面团 就可以得到鸡蛋肠 最后又来了个瓜皮 一不小心忘了给视频投币 结果就成了毁青肠 就是你让今年冬天变得这么冷的 西瓜和猕猴桃切片以后 还有一个额外的步骤 拿出等你爷爷关注的阿部主 跟视频的耐心 把芝麻一颗一颗装饰上去 用力摁紧 防止掉落 做好造型的饼干 准准几起起送进烤箱 165度烤20分钟 这时候长得帅又细心的观众可能会问了 怎么好像少了一种水果 没错 少的就是柠檬精呀 因为它躲这儿来了 好吧 其实是因为柠檬的形状不太好做 所以我决定做成糖霜饼干 原味面团直接搓成圆柱状 冷冻 切片 烤好以后再用糖霜进行装饰 如果觉得有那味的话 不妨把你心里的三个字打在公屏上 总的来说 这次的饼干还是很简单的吧 期待你们交作业哦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这样结束啦 下期见 拜拜了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